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 12月25日 今天是 聖誕節 不過今天是星期一來的 不過全世界都放假 英國 聖誕節一定是放假 而且超市全部不開 原來 昨天平安夜開始連巴士也不開 當然昨天我們就 有人開車了 不用坐巴士 去年 我們朋友來探訪我們的時候就沒有巴士 我們要去車 原因是 去到中途 為甚麼等那麼久都沒有車來 問人原來沒有巴士 外國生活 開車就變成一個必需品 因為地方大 你如果不開車 你真的 等於逼了一樣 大家記不記得有一套電影叫做《富貴逼人》 應該是續集來的 就是講董彪移民去加拿大 加拿大怎麼呢 坐巴士 坐幾個小時 才能出到市區 看一場戲 結果董彪在巴士站等到呆了 等到冰封了 都還沒有等到車 這個 在外國 真的是不開車還是搞不定的 我們先說回我們今天的主題 聖誕節想說的輕鬆一點 有一節很好笑 一定要看 網友不斷傳給我 審大師 就說美國 煤婆產 實際上 這幾年來 其實我都看到審大師的問題 我用一個最簡單的方式告訴大家 審大師是甚麼人 就是一個 喜歡燒冷造 喜歡爬頸的一個人 這種人在蒲經是最多的 為甚麼呢 開了四個大 沒可能不是小幾店 買小 開了五個大 沒可能不是小幾店 買小 已經開了六個大了 同一番話 講到 開了十個大 我不信 還是大 繼續買小 結果開了二十口 當然 其實輸到第八九口已經輸了 不過 這位審大師由於是口水口口水潰 全部都是救急的 所以 他可以說到三十口大的時候 他也叫人買小 因為他不用付出 白馬仔 或是爬仔 賭場那些 即是身邊的堂邊殼 或者是爬爛腳 老闆 我也說這次是大的了 到他真的開小的時候 他就告訴你他中了 這種人實際上 就像你在賭場裏面 看到那些爬爛腳 或者爬仔 實際上他們是放棄你的 他們告訴你他們是踏馬 實際上 真正澳門沒有多少個踏馬 通常都是爬爛腳 或者是放棄你的 當然 沈大師不是放棄你的 不過他是幫那些卵商 做一個代言人 叫你買卵 叫你買窩卵 叫你買牛紅症 他主要的收入是什麼呢 不是來自炒股 因為炒股是輸錢的 我聽回來 他炒股輸 賭波輸 基本上逢賭必輸 然後當然 要到處跑山 很多人都在笑他 因為 böyle 沒底線 幫那些卵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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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也不敢吹了 出來就 亂說 說得出美國會破產 在這個時刻 肯定是對世界十一無資 我也很了解 其實看東方日報裏面的國際版 你就會看得到沈大師的身影 大家都是同一套 那些 義和團 扶清滅羊 那些是義和團 西方不行啊 我們才行啊 我們看到荷里活拍一套 白宮淪陷 這些片 其實中國不敢拍的 中國敢不敢拍一套中南海淪陷 你一定不敢拍 白宮敢拍這些 為甚麼 因為他們知道美國政府不會生氣 不單止不會生氣 還會曲線幫你宣傳 日本也拍了一套日本沉沒 日本政府不會生氣 當然不會啦 因為他們知道 他們 一個有底氣的人 有了道的人 他們不怕你唱 他們知道 這些事情是 沒有問題的 全世界最強大的國家 他們是 拍的電影 尤其是荷里活裏面的電影 所有奸國都是美國政府 這個CIA FBI 個個都是奸的 美國政府裏面個個都是奸的 沒有好人的 好人全部都是外面的 這個就是一個國家的那種自信 中國敢不敢拍呢 甚麼都是偉光正 他從來宣傳的都是假的 中國電影裏面所有的東西 或者中國政府說的東西 全部都是假的 而美國電影裏面所有的東西 都是民眾那種 就是 有種反權威 但是 政府又不介意 因為 政府覺得 太強大了 我也不怕你唱 是不是 但是中國人 尤其是近十多年 入了世貿之後 美國給了機會你幫他做牛做馬 幫他加工生產 結果中國人累積了錢 實際上那些錢不太多 除了14億 不過 集中14億的人服務這個政權 使得少數人 賺了錢 當然很有錢 因為14億人幫你賺 14億人做牛做馬 給的錢當然是多了 這條數當然不小 所以中國開始覺得自己有錢 開始有錢就涉足了一些電影 甚至是他們投資很多 包括有套電影叫做2012 2012的橋段是甚麼 全世界都不行 他們給錢中國政府製造一些方艙 製造一些方舟 製造幾首方舟 是用來拯救這個人類 選了部分的人類 不用死 每張門票高達10億 10億歐羅 裏面其中一個故事就是俄羅斯富豪 給了10億歐羅 買了一張門卷 然後上船的就看到英雷王 那幾隻狗 這是其中一個條件 為甚麼要找中國呢 因為中國 不需要你人民的生死 他也是沒有甚麼所謂的 所以你肯付錢 他就會幫你做的 第二 中國的這種強大 只有中國做得出來 這種打飛機 其實是在近10年8年的荷里活電影 你會看到的 例如 拍一套太空 在太空裏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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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力邊緣 也是經過中國的常鵝 還是甚麼太空站 接駁了中國的太空站 全部都加少了中國元素 實際上 這個世界是不是沒有了你 不行呢 當然不是 現在美國告訴你 我們可以找越南 可以找 印度 甚至乎印尼也拿了很多你中國的訂單 總之 Anyone but China ABC 甚麼都可以 就是不光顧你中國 為甚麼 因為看穿了你那一套東西嘛 原來你那麼大野心 你想整個世界 被你吞了下肚子 當然不行 給錢給你那個 你也夠狗地對待 說給你再有錢一點 更得了 當然是撤資 當然是撤走所有的錢 我們說回美國 美國 為甚麼沈大師 一直唱衰美國 當然好像東方日報裏面那些維園阿伯 又或者那些義和團 扶青滅羊一樣 對於這個世界的無知 要到甚麼程度才會說得出這種說話呢 實際上 東方日報的那些 寫文 寫國際版的那些 他們自己也知道 職業需要 他們有市場 就繼續做 美國也不行了 快破產了 差全世界錢 問題就是 差全世界錢 你知不知道 中國欠的債 比美國多很多 中國最近這幾年印的銀子 實際上 那個貨幣供應比美國更多 而中國的經濟體量 其實 不夠美國那麼大 美國比他大幾倍 美國大幾倍 但是因應人知不夠你多 你說哪個比較危險 實際上 會破產的 那個叫做中國 因為現在中國 全國的債務 這個不是我說的 這個是朱肉基的兒子朱雲來講的 2018年 當時的中國已經欠債 600多萬億了 全國 當然是包括政府 以及民間 因為整個中國實際上就是一個借貸 全部都是靠借貸借回來的 所有東西都是借回來的 當然中國人最厲害就是 借回來當自己的 因為不打算還 地方政府也是一樣 民間也是一樣 每個都極高共幹 所以 為甚麼中國股市會想到這樣呢 就是因為 信心爆了 大家沒有信心 因為 最重要也是因為香港 香港 是揭穿中國的那個假面具 大家都看到 原來你是魔鬼 人家就走啦 不來投資 很簡單而已 因為是危險的 投資在你那裏 為甚麼美國那麼大泡沫 借貸那麼多 因為有信心 他的綜合國 你告訴你 人家信得過他 人家不會這樣來投資你中國 因為中國給不到人家信心 很多年前 當時大家知不知道 沈大師不斷暢稅騰訊 由騰訊升到200多元的時候 未一拆四 未一拆四的時候 升到200多元 他已經暢稅騰訊 那些股票叫人沽空 不斷叫人沽空騰訊 直至一拆四之後 升到600多元 即是多少錢 即是2000多元 升到2000多元的時候 他才反過來 因為我 膽敢說 他是因為聽了我節目 說那句話 沈大師很矛盾的 他每天都唱好中國經濟 但是竟然看虧中國經濟最大的火車頭 以及 全中國最大市值的股票騰訊 這個是不是很矛盾呢 是不是 你又覺得 你又看好這個國家 但是你竟然看虧這個國家最大的股票 以及他的經濟的火車頭 那麼你會覺得 匪夷所思呢 你是甚麼道理呢 是不是 這個真是想不明白 結果沈大師給我點通了 哎呀不行 要看好騰訊 因為看好中國股市 看好中國經濟 不可能體探騰騰訊 好了 結果他轉態 看好騰訊 當然是糟糕了 騰訊 結果他看好那一刻就是最高位 一直看好到現在都沒有停止過 原因是什麼 因為他 沒有辦法 因為他要看好中國股市 為什麼他要看好中國股市呢 當然 實際上他沒有付出任何代價 他沒有輸過錢 因為 如果真的有把真錢放進去 一早就輸了身家 是不是 150元賣阿里巴巴不用輸身家 是不是 所以呢 連這個芒格也輸得很糟糕 不要說他 但是他沒有輸的 因為他全部是口水噴來的 口水噴口水噴 每樣東西都是 自己作出來的 作出來的東西是不需要負責任的 只是信他那些傻疚的意思而已 現在美國會不會破產呢 很明顯 在現在暫時 我們眼看得到的將來也是不會的 因為 你要明白這個世界怎麼運作 你才會知道美國是什麼國家 你不像《人民日報》那樣 不要那麼傻子才行 你知不知道 在這個 60年代中國餓死人的時候 《人民日報》還告訴大家 你們還是很幸福的 因為 在美帝資本主義的統治之下 人民 是苦不堪言的 他們過著薯片 都沒得吃的日子 美國人民生活水深火熱 那麼究竟怎樣水深火熱呢 我要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就是70年代美 當時 鄧小平 第一次訪問美國 應該是七八年 我記得不是七九 七九年正式研究 當時是卡特 當時是卡特的 鄧小平當時訪問美國 還在美國帶著牛仔帽子 他到了美國之後 當時的央視 組織 要開始 說美國怎麼好 或者要開始介紹美國 但是 央視有一個問題 上級下了一個命令 你又不能夠把美國說得太好 但是 要說回他們工人也是受壓迫的 好了 因為 你不可以完全一面倒 否則就犯了政治上的錯誤 央視的一隊攝製隊有幾個人 到了美國 到了美國 他們就 要訪問 要一個工人罷工 因為工人 對於 他的公司十分之不滿 我們沒有辦法生活了 我們一定要罷工 組織罷工 對於這種題材 在美帝壓迫之下的工人如何反抗 他們到了工人 工人說 我現在先回家 可以一直接受你訪問 他跟著他回家 但是他 停車場拿車 那個 攝製隊 應該是三個 一個 一個是記者 一個是記者 一個是 總之跟著 跟著他 跟著他 呆了 因為他有輛車 一個是私家車 你是工人 跟著他問他 你是 甚麼領導崗位 普通的工人 普通的工人有私家車坐的 在我們中國 要領導才能坐的 當時已經開始 開始有一點點質疑 究竟是甚麼一回事 然後 我要先回家 跟著他 在車上 透露如何被人欺壓 如何被這間公司欺壓 然後 他說 對不起 我想起家裏有些東西要買 我 等一會 我去超級市場 超級市場 他們不明白甚麼 中國沒有 中國得友誼商店 超級市場 他看到甚麼呢 他看到 周圍的貨架 淋落滿木 水果 蔬菜 食品 罐頭 鮮奶 洋酒 哇 大得不得了 這個地方 他說 我們看到超級市場 整個天安門那麼大 有沒有那麼誇張 第一次見 外國的超市真的會有這個感覺 哇 這個超市整間天安門那麼大 那些貨品 放得齊齊整整 多到堆積如山 美國的 生活 那麼豐富的物質 好了 工人買了一大螺的東西 接著 就捧上 車上 然後他說 好了 我先回家 回到家 他們 又是開始 充滿質疑 剛才那件事 超級市場 第一 沒見過 第二 覺得 很羨慕 然後回到工人家 看到一間別墅 看到一排的別墅 你住在這裡 這裡是你的領導住的 這間屋是一間別墅 三房還是四房 當然用木造的啦 一間大的別墅 還有花園 這個工人 不用用鑰匙 一腳就踢開門了 什麼 那麼大間別墅 竟然不用鑰匙 是的 你沒有聽錯 那麼大間別墅 不用鑰匙 一腳踢開門 就把 剛才所買的麵包 罐頭 鮮奶 蔬菜 全部拿進屋 好了 他們 當時那幾個攝製隊 基本上 呆了 什麼啊 你是什麼人來的 他說 現在 所有事情都解決了 我們去示威了 然後那個領導說 坐在什麼房子 拍什麼 別拍下去了 這些日子被人看到 全中國人走光了 一個普通工人 生活比我們毛主席好 當然 他們所認識的 當然是 假的啦 毛主席生活更好比他一萬倍啦 不過他只是騙你而已 告訴你毛主席在三年困難時期不吃紅燒肉 原來毛主席當然是不吃紅燒肉啦 只是蝦有八道菜 只是魚有八道菜 還不算其他的東西 魚和蝦每樣八道菜 總共 不知道幾十道菜 毛主席的餐單就是這樣 當然不吃紅燒肉啦 所以中國人民是被娛樂得很厲害 他們那種誤會 直至出國才訪言大人 美國的工人 他的生活也比我們所宣稱的毛主席好那麼多 我也想被美國的帝國主義壓迫一下 好不好 好了 所以這些故事 我要經常說 因為很多朋友是第一次聽 而且 很多人對世界充滿著 誤會 我們要 提醒大家 我們告訴大家 什麼是現實 是不是 好 這節時間先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我們誠意邀請經濟去康的朋友訂閱Patreon 大家也可以用免費模式支持我們 幫我們欣賞廣告 訂閱Patreon 訂閱我們的VPN 拜拜 大家好 我們 早前我們有介紹過大家用VPN 最近 這個Sharkshark的VPN 就聯絡我們本台 贊助本台 如果各下 PIA 是到期的話 就可以選擇轉到Sharkshark的VPN 新聽眾如果有需要 也可以購買Sharkshark的VPN贊助我們 連結我們放在下面 其實 總共有 六大優點 大家可以 認識一下Sharkshark的 首先 你是不是會關心在網絡上保持私隱和安全呢 我們就會向你介紹一款 優秀的虛擬私隱網絡服務供應商 Sharkshark的VPN 串法是 SURFSHARK OK 這幾天我都開始使用 速度也十分之快 第二 Sharkshark通過 加密 你的互聯網連接 確保你個人信息和數據得到最高程度的保護 不管你是 用公共的WiFi還是瀏覽敏感資料 Sharkshark也是你強大的盾牌 第三點 Sharkshark擁有幾百個伺服器的地點 讓你可以享受到更快的連接速度 同時瀏覽全球各地的內容 無論你在哪裡 第四優點 Sharkshark承諾不會記錄你的瀏覽活動 確保你的私隱完全受到尊重 能夠讓你自由自在地探索互聯網 第五 不管你是用Windows Mac機 Android 還是iOS Sharkshark 都能夠 在各種設備上為你提供保護 確保你的私隱和安全 第六 海外用戶可以用Sharkshark VPN 看ViuTV節目 因為大家知道 很多節目 有指定地區 例如有些地方台灣看不到 有些地方歐盟看不到台灣的網站 但是你一個VPN就可以搞定了 總體來說 這是一個簡單的 強大而且可靠的選擇 讓你在 數碼世界自由瀏覽 也不用擔心私隱和安全問題 那現在就